第六百五十一章 蛋二弟生氣了 陳翔拔著小鬼 走到那些賣冰糖葫蘆的酒鬼面前 叔叔 你這隻冰糖葫蘆多少錢 還想問價 賣冰糖葫蘆的酒鬼 遲頓反應說 我的冰糖葫蘆不賣 不賣? 為什麼不賣? 陳翔就很天真地問 人家說不賣 你走就行 還賣什麼鬼? 搞到酒鬼阿叔 就趕快找藉口 有人訂了 我要送去給人家 說完 拿著大秋冰糖葫蘆 轉轉就想走 其他酒鬼當見到 也趕快有這麼遠就避這麼遠 不過陳翔 一夜就攔著這個人的去老 喂 我只買兩寸 我有錢 一路說 他還在一個袋裡掃出鬼幣 另一隻手 也瞄準他看對的兩寸冰糖葫蘆 一手就拿過來 然後 他又找了兩個很小的鬼幣 撿給那個人 不用找了 然後 拿著一個工具鬼小鬼 走回淡台明月身邊 那個酒鬼阿叔 就只能夠愚愚愚愚愚 望著手裡面的兩隻鬼閉 明明是可以直接搶的 除非都要給兩隻鬼閉 以一鬼閉為單位的鬼閉 面借實在是太小了 上等於我們一個一毫子也不知道夠不夠 而這兩個鬼閉 已經在鬼王夫的角落頭裡 擺到百幾兩百年 今日都總算是重見天日 陳翔很大方uesday 分了一寸冰糖葫蘆盞smith巴小鬼 柳玲一見到有東西吃 就連這隻狗就像狗一樣熬過來 陳翠不理得他那麼多 把手裡面的冰糖葫蘆側了入口 一口咬下去 誰知那顆冰糖葫蘆就是咬不動 還要咬到牙齒死那麼痛 什麼東西來的 還說冰糖葫蘆 咬到像石一樣 跟著陳翠拿著冰糖葫蘆 對著綁碼的木莊亨了兩下 連木莊也亨了一個哄 小鬼也亨了一下 跟著就口鞋裡挖地說 嘿 卓真神 你這個冰糖葫蘆不吃得 苦的 到他們兩個轉回頭 再找個賣冰糖葫蘆的酒鬼當時 那個傢伙已經不知走到哪裡了 淡台明月捕了一口氣 冷冰冰地說 叫了你們不要去的啦 借了龍耳塵的耳 上馬回家 嘿 陳翠雖然察覺不到淡台明月生氣 但他仍是好聽話的 爛了上馬背 而卓職團隊的其他小夥伴 一個二個都乖到什麼樣 紛紛上馬跟在後面 說回頭 在二殿和城門口之間是隔著一殿 淡台明月想過了 為了避免再起事端 所以一回去的路上 就刻意避開了一殿的大門 選擇了由一殿的側面回去 不過 他似乎低估了柳寧 正當一行人騎著馬運速前進 柳寧突然指著旁邊的建築畫 卓真神 一殿 是一殿 陳翠伸長條頸離網 雖然他是來過第一殿 但都只是在第一殿的驅雲師裏作客 哪裏認得出的側面 再說 各大殿的房屋建築風格也是差不多 所以 他就很疑惑地問 這裏是第一殿嗎 淡台明月一聽到 這還得了 所以就趕快逗 這裏不是第一殿 是二卓認錯了 雖然淡台明月這樣說 但柳寧博拼命去解釋 是第一殿 我沒有認錯 卓真神 你看看 第一殿屋頂 兩邊有一柱子 是一條有爪的蛇 除了屋頂 屋岩上面都有 有爪的蛇 陳翠一聽到 目光就順著柳寧指的方向看過去 當場就很嫌棄地說 陳二卓 說了你沒有文化就沒有文化了 那條不是蛇 是龍 龍來的 柳寧打了側頭 很不明白 龍 那就龍咯 一殿的龍 大過二殿的龍 六殿那隻是鳥來的 如果第六殿會說話 這時候都忍不住噴他 鳥 你的死人頭啊 阿叔那隻是鷹 鷹 紅鷹 陳翠一聽到第六殿 就心虛地熟了眼淡台明月 趕快拆開話題說 一什麼電龍 二什麼電龍 還有哪個家會有獎 神經病 柳寧又怎會放過他 第一時間就找回之前的話題說 卓真神啊 這裡是一殿啊 我們是不是談好了呢 你留下我在一殿 等馬面賢帝送我回去 陳翠一聽到 你死仔 淡台明月在這裡 還敢這樣說 所以他就馬上黑口黑面解釋 你什麼人躲下來呢 我們只是經過 經過而已 不過柳寧的腦子怎麼反應得過來呢 淡台明月四周圍看一看 確定四周圍都沒有鬼 於是就冷冰冰地說 不准去 回家 柳寧一見到淡台明月開始生氣 就不敢反駁 但眼神就求助地看著陳翠 陳翠皺皺皺眉了 他現在才發現 蛋二弟好像生氣 但他又發現不到 蛋二弟因為什麼事生氣 歡迎收聽 精神病面前 鬼東西算過球 本作品 由廣東唱獨出品 作者 特特韜 演播者 不如不見 第652章 黃左 陳大卓看得到淡台明月生氣 但他又發現不到他生氣的原因 不過 想起第一殿大包細包的禮品 他又不知出於什麼心理 雖然不是很喜歡吃 但他都想拿 蛋二弟 卓真神不去第一殿作客 卓真神只是路過第一殿 不進去的 跟著他轉轉和二卓說 如果這裡不是第一殿 你就自己跑回家吧 卓真神這樣說 不就只是說要去第一殿 柳寧一聽到 又有興致 肯定是第一殿 那邊是大門 大門的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上次來的門 如果不是 我就撕個頭下來 被卓真神當球踢 陳昌岳高的頭看過去 根本就見不到這門 另轉身跟小夥伴說 快點跟著卓真神一起去看看 姜誠一撕 就騎著他的馬 向著柳寧所指的方向跑過去 而在鬼判殿外面 有兩個陰差是直斑 在正英英的門口 他們見到幾個 一癌一忽 脫頭脫脫的人 騎著馬 停在電門前面的路上 當然他們肯定認得 帶頭那個 就是馬面鬼君身認的老爸 陳大卓 不過奇怪就是 陳大卓還沒有來到鬼判殿 只在門口那條路上不斷說話 但距離太遠 聽不清楚 而有一個跟陳大卓很像樣的人 又落了馬 這個人是有頭髮的 應該就是陳二卓了 而陳大卓他們又說了一陣子 更加奇怪的是 陳大卓騎馬走了 其他人也跟著他走了 還拔走陳二卓的馬 剩下一個陳二卓還沒有走 還向著鬼判殿這一邊走過來 搞到直班的陰差 就是你眼望我眼 完全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陳大卓他們 扮了賴低的柳寧在一殿的門口之後 幸好後面又沒有出現其他插曲了 不過似乎 是看得出淡台銘魚很生氣 所以包括陳卓在內 一路回去 一口聲都沒有出到 一行人 風塵魄魄地回到鬼王府 劉小這個時候 就在鬼王府門口那棵樹那裡 看到一群人回來 但柳寧又不在隊伍裡面 就趕快在樹上跳下來 卓真神你回來了 卓真神你去哪裡啊 陳卓一見到劉小 當同扯了火 啊 你就發瘋劉小 還敢來找卓真神嗎 嘩 嘩 對了 二卓賴低了一殿 所以他就趕快跳下馬 打算親自出手自己打劉小 劉小一見到 就看著淡台銘魚 淡台瘋 啊 剛剛叫了個稱呼 劉小已經見到淡台銘魚的臉 黑個鑊露一樣 所以剩下的東西 就卡在喉嚨町那裡 說不出 他吞了一口口水 心想自己今天一定是出門口 才沒有看通性 呃 我可能今天還有點事 我去忙先 待日再來打架吧 雷頭說完 劉小一隻雞的腳 逃離了現場 陳卓見到他滾水六腳 走出去 就不明白他想怎樣 於是就罵了他一句 都刺馬筋 但剛剛罵完 另轉身見到旁邊那個淡台銘魚 哇 救命啊 臉真是黑到鑊露一樣 打 彈二弟 你 你 做什麼 將隻馬交給鬼捕 淡台銘魚既然回到自己的地頭 所以情緒也不需要再壓抑 回家 講完這一句之後 淡台小姐姐周身發出寒氣 率先走到鬼王府 陳卓就愚愚愚地站在原地 轉頭看了眼身邊的小伙伴 黃鼠狼硬著頭皮提醒陳卓 卓真神啊 我們在錄殿的時候 相信是黃了 淡二哥 行不然知道了 陳卓按下聲問 他怎麼知道的 黃鼠狼梳一縮肩膊 我都不知道啊 除此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還有什麼事 可以搞到淡二哥撈到廣榮啊 黃鼠狼剛剛講完 在鬼王府裏就傳出一聲補喊 如果想留在外面就不要回來 山門 陳卓一聽到 嚇到整隻蛋起 雞皮都起了 就算以前面對著猴子桿乃園 他都沒試過這麼害怕 現在這一刻 他真是牛底 見到鬼伯準備了山門 嚇到人們特別嚇一跳 一直再衝道 一直再叫 回啦回啦 卓真神要回去呀 一句說話的時間 他就三爬兩撥 衝進鬼王府 當所有人都進了鬼王府 鬼伯就關起鬼王府大門 不過 這次又大嶺落了 屬於淡台名譽的暴風雨 終於徹底爆發了 感谢观看